所以我叫你是要叫胡老闆嗎? 都可以胡老闆 其實沒差 你叫我艾文也可以 叫我胡老闆也可以 所以我不行 準備好了齁 OK齁 沒事齁 好嚇人 有什麼好嚇人的 好 反正不哈你就剪了 OK 沒有已經開始錄了 甚至搞不好都是花絮 哈哈 嗨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胡老闆 今天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計劃 在我旁邊這個是大腦門Lily 跟大家打架招呼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Lily Lily她是我之前在UCI的小學妹 她最近也有開始她自己的YouTube頻道 所以記得我會把她的頻道連結放在下頭 記得大家要去關注她 好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企劃 是我想來讓Lily試試看兩家不同的在Irvine的 在Irvine的這邊的牛肉麵 讓她以她的評分方式來決定說哪一家是比較好吃 從兩個裡頭選一個來推薦給大家 Lily 你通常對牛肉麵有什麼要求嗎? 牛肉麵的要求 我可能比較重口味一點 比較重口味一點 所以我希望她的湯頭是比較辣 或者有自己獨特味道的那種 那你通常是會喜歡吃寬麵呢?還是吃細麵? 我喜歡吃細麵 喜歡吃細麵對不對? 好 那我今天選兩家來看看說 以她的那個評分方式 到底哪一家會勝出呢? 我先不告訴她 這兩家牛肉麵我是哪裡買的 這樣讓她可以從中去盲選 給你們最好的判斷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謝謝 這是第一家 第一家牛肉麵呢 它看起來呢 給大家看一下喔 它看起來 不是很好拿 我怕湯會灑出來 在這裡好了 給大家看 這一家呢 它的牛肉麵呢 是比較偏可能是甜口味的 它沒有那麼重鹹 也沒有那麼那麼不辣 那好 我們就開始吧 聞起來還不錯 那今天呢 我們在那個試吃的同時呢 我們會給她 打三個不同的分數 第一個是 麵條給她一個分數 第二個是她的肉呢 會給她一個分數 然後最後是湯頭 每一個分數加起來呢 會有一個總分 我們會從總分裡頭去比較說 到底哪一家的比較好 好 開始吧 好 我覺得麵還蠻軟的耶 麵還不錯嘛 很好嚼 好 那妳覺得她的湯頭怎麼樣 湯頭吃起來是覺得有點淡 有點淡 喝一口湯 湯好鹹喔 好鹹啊 那妳不是喜歡重口味嗎 我是喜歡可能偏辣的那種重口味 不是這種鹹的 嗯哼 這個其實比較偏向我們在台灣啊 或者國內 我不是很確定 在台灣常常有時候在那種 夜市可以吃得到裡面 但其實不喝她的湯還好 不喝她的湯還好 對 那她的湯跟她麵的配合度怎麼樣 我覺得還不錯 這麵有一點點沾到那個湯的鹹味 就沒有說很鹹 就沒有說特別特別鹹 好 從一到十 十分是最高 一分是最低 我們就給她一個分數 然後記得最後的數學加一下啊 我們來考驗妳的數學 有沒有辦法把那個成功算對齁 所以我要告訴妳們要給妳看嗎 不用我們等一下最後來做總結 好我們第一家吃完囉 那個記得那個漱口一下 這樣子的話可以把裡頭的味道呢洗掉 好那我們準備上第二家囉 第二家呢妳一看就明顯看得出來 她的那個是比較重頭味的 而且那她裡頭應該是有辣的 所以顏色都偏紅 好啦那我們現在來試吃第二家囉 但她這個麵的感覺有點像方便麵 不是正常的那種外面的麵 所以這個這個是我的錯 下次如果覺得她好 下次我們再去實際到她店裡頭去試吃 這個湯是能喝的下去的湯 能喝下去嗎 對不像剛剛那個那麼鹹 不像剛剛那個比較死鹹死鹹對不對 這個給我感覺好像就是有點就是比較 也不能算麻辣 但它裡頭明顯它有加一點胡椒 加一點芭蕉啊 它比較走完有點算香辣的味道 而且這個很奇怪 就是吃麵的時候感覺很辣 但喝湯湯沒有那麼辣耶 那就表示說 好奇怪喔 那就表示 這我現在都不知道 妳說真的嗎 我也沒研究過 我在猜可能是跟她的麵的粗性有關 因為之前的那個麵比較粗嘛 對 所以她可能同時 同一口 沾到的湯比較多 對 那這個可能就是因為沾到的湯比較少 那可能 在表面上頭 它可能是辣油比較多的關係 所以可能會感覺說 欸比較辣一點 好好打分喔 好 完蛋了 完蛋 有什麼完蛋 數學加不起來嗎 不是 我要告訴你結果嗎 現在要講了嗎 呃 我們加起來後 我們來講一下 好啊 好 好 好 第一個 妳給她打的分數是多少 25分 25分 所以哪一個勝出呢 我不要給鏡頭看一下 肉 我的肉打的是10分 因為我覺得她那個肉質非常非常的嫩 OK 所以妳第一個是25分 對 那妳 那我 我的第一個是 我覺得她的肉也是不錯 但是我只給了8分 湯頭呢 呃 有一點偏鹹 所以分數沒有那麼高 我只給了6分 那麵呢 還不錯 因為她是寬麵一點 我個人比較喜歡吃寬麵 那我也是 但是呢 可能也是因為是外賣的關係 所以放久了一點 所以我一直給她打6分 所以我第一家的呢 我給她的分數呢 是 20分 好低喔 總總低了5分 沒有啊 總分應該是30分 對啊 比我低5分 比妳低5分 對 那第二家呢 妳打的 就我剛才說完蛋的點 就因為我兩家就是 total是一樣 都是25分 所以就完蛋了 就把說 Lily呢 她是比較 猶豫不絕 這好奇怪喔 為什麼沒有勝負 妳是什麼星座 雙魚 雙魚座 常常會搞不清楚自己的想法 是有點猶豫的那種 好 沒問題那第二家呢 她明顯一定也有哪一個部分 妳是比較喜歡 或不喜歡的嗎 那哪個部分妳比較喜歡呢 第二家的話 湯我給的是10分 就像剛才講的嘛 就是可以入口的湯 喝下去 對 然後肉的話 我覺得就普通 就跟正常外面吃到差不多 所以我給了8分 然後麵的話 就剛才一直在講 像方便便便嗎 對 所以我給了7分 那可能今天麵的話 都是我的錯 對不起喔 下次我會注意一下 那第二家呢 就像Lily剛剛講的 我麵呢 因為我也覺得 並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只給她5分 那她的肉呢 我覺得真的蠻嫩的 而且做得很好 處理很好啊 我給了她9分 那湯頭呢 因為我也是比較偏向重口味 但又不是說要特別特別辣那種 所以呢 湯頭的分數我給她8分 那總共加起來呢 我給了這家22分 那我給大家去做看一下 這是我的分數表 那這個呢 是Lily的分數表 你看25分 25分 她真的不知道哪一家比較好吃喔 搞不好今天因為這樣子拍的 拍的視頻 就是等於是沒拍的 會不會 那我現在來公佈 那這些麵是哪裡來的 第一家 就是我們在Irvine 比較鼎鼎大名的 臭豆腐大王的牛肉麵 所以它也是比較偏向 我剛剛之前有講 它比較偏向台灣小吃的那一條路 那種的 好 那第二家呢 在Irvine呢 其實是開了非常非常久的一家店 我想我這樣一講呢 大家想必可能都已經猜到 它是 它是哪一家餐廳 它就是半母圓的牛肉麵 半母圓 對 半母圓牛肉麵其實在Irvine 那算是比較 以大家的口味來講 是比較好吃的牛肉麵 那今天可能也是因為 我是外送外賣的關係 所以那個麵放久了一點了 所以可能有點受影響 好 那從兩家裡頭 你要推薦哪一家給觀眾 一定要讓我選一個 一定要讓你選一個 你沒有辦法 我覺得第一家吧 第一家吧 所以就是說 主要聽起來應該也是麵的關係 還是它肉的關係 我覺得第一家可能比較偏大眾口味 大眾口味 比較安全一點 就不會出錯 OK 對 那第二家就是因為 比較重口味的關係 所以可能有些人喜歡 不太喜歡吃這種 或是可能是麵吧 我個人不是很喜歡吃方便 都是我的錯 對不起都是我的錯 下次算在我頭上 OK 對 那我呢 我個人還是比較偏向會推薦給大家 去吃半母圓的牛肉麵 因為我還是比較喜歡 有一點香辣香辣口感的 那在這裡呢 我要跟大家講說 半母圓牛肉麵其實你也可以選塊麵的 只是說 我今天覺得說 要細麵比較好做比較 因為它的寬麵 它比較偏向是手打寬麵 那明顯就會吃出不一樣 跟之前那個牛肉 那個臭肉不大王的比的話 所以我今天選擇寬麵 好 還有沒有什麼東西 你覺得還要跟大家講的呢 其他的東西 就是關注你的頻道嘛 對不對 因為你看美女Lily 她最近剛開她頻道 所以大家記得要關注她頻道 去支持她 大腦男Lily 你去直接去Google 那個YouTube上頭找 就直接可以找到Lily頻道 我也會把它放在下頭的連結 謝謝 大家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也記得在下頭留言告訴我 如果還有什麼意見 或還想看什麼樣不同的影片 也在下頭留言跟我們說 我之後呢 還會再拍一些 再把ERVINE其他牛肉麵呢 拿出來做比較 真的喔 對 ERVINE牛肉麵真的很多 好 那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啊 或什麼 不要忘了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在下頭留言嘛 記得要關注訂閱 也要按下小鈴鐺喔 也不要忘記 也要到Lily的頻道 去按下 關注訂閱 也要按下小鈴鐺喔 我是胡老闆 這是Lily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還不錯啦 OK啦 OK啦 沒事 不用那麼緊張啦 就是要剪一剪 我感覺我前面好像不能看了 就是要剪一剪喔 我只是 我剛剛還蠻擔心說 你會不會在那邊 轉一轉頭突然一下走光 應該是不會 沒有啦 OK 好 可是我們兩個都 就是不在Same Page 我推薦第一家 你推薦第二家 什麼鬼 我們不只要在Same Page呢 就是不要在Same Page OK 對不對 OK啦 沒事 繼續吃 繼續吃 對 吃 還有一個東西你可能會比較 符合你的狂口味 狂口味的 大黃瓜 還有 還沒停 還在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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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剪刀他吃什麼 趁機錄下你吃牛肉麵的 那個樣子 餓死了 你要不要喝茶 我會不會 你 看你 發雲 我會不會 你 越來越見 你 我真的